官员,我们请那个 秘书长 黄秘书长,请 郑委员,好 黄秘书长,这个 考试验 对于你们的业务 你认为 这些要改革的是什么 考试验其实 它的业务是随着时代不同而 慢慢增加 那么现在当然 整个社会比较关注的 应该是在退辅制度 这上面 不是要用社会关注 考试验 不要随着媒体 随着相关的 一些个人或是政党的意见 你要自己要确立 改革的一个 一个方向 我这段时间 从上个会期到现在 我总觉得 你们都是水着社会的 议论 公教人员的改革 一直都在做 从七五次到八五次 不是在做吗 对不对 一直都在做 不断的在做 不断的在做 但是我发现考试验 尤其是我们官院长 不该发言的时候发言 然后讲的那些 好像他自己不是考试验院长一样 这个考试委员 现在几个人 依法 依法是几个人 依法是十九个 十九个人 对 这已经是几十年了 对不对 对 那要不要改革 对不对 过去 现在 我问你 你知道吗 现在行政院的政务委员 有几个人 行政院政务委员 应该现在改为 大概七到十一个吧 只有九个 九个 本来是七个 对对 现在是九个 主改之后啊 也不过增加两个 是 你知道行政院的业务 应该比考试验 繁杂得多了吧 行政院应该是 最繁杂的一个机关 对啊 他只有九个 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 要不要改革呢 要改革 你考试验 是不是要从这个开始改革 你要检讨啊 到底 你现在今天提的这些 都不是一个改革的方向的一个检讨 像官院长 这个退辅制度 八五制 从七五制变八五制 公教人员 公务人员的退休 然后这几年 大量的退休人员 然后这个年龄 逐年降下 那早期 早期七五制的时候 而且早期是六十五岁 而且六十五岁是可以现龄退休 然后可以自愿退休的是 七五制 那就是二十五年就可以了 五十岁就可以了 在这样的一个提音之下 大家有没有退休啊 退休的风潮 有没有像这几年来那么高啊 没有嘛 那为什么 这该检讨嘛 这检讨嘛 那检讨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你觉得是什么问题吗 秘书长 当然整个社会现象是非常复杂 刚才您提到 考试院 它的一个角色扮演问题 其实 在这里跟郑委员报告一下 那么 任何一个院 它是政府的一个部门 所以考试院 它必须要秉持着政府议题的概念 那么 当然 整个政府 它是必须要注意到整个生态的问题 所以刚才 那个秘书长 时间的关系 上次我在媒体看到 因为年终慰问金的问题 所以 官院长就说 要自我减少 减少什么 102年度的那个经费 是 我们 我们市长 考试院的市长 我们的特别费 特别费 对不对 是 我们特别会减少 我们谈的 在那个时间点 是 谈的是说 年终慰问金 没有法言的议计 当初 是这个 这个说法 我在这边 在审查这个 考试院的议算的时候 我特别跟你提到 院长 考试院的院长 副院长 考试委员 所有的 包括 行政院 监察院 这些 司法院 所有的政务官 的薪水 都没有法言 是不是没有法言 没有法言 立法委员的薪水 有法言 有立法委员行为法 对不对 一般的公务人员 有公务人员凤击法 对不对 那要不要改革 这个要优先改革 为什么你们在 协调 协调我们 相关的招委的时候 你们提的是 考试法 要赶快通过 为什么不拔 为什么不拜托 政务人员 你们不是要提个草案吗 是什么草案 有有有 我们政务人员三法 已经送到立法院来了 对啊 你们要积极协调的 积极拜托 要安排的 就是这个嘛 是是是 这个才是比较急啊 是是是 这个比考试法还急吧 对不对 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中 公务人员已经被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 你们自己要自动先改革 而不是说啊 我的特别费减少 那个 那个 那个不是根本之道 而是对于 政务人员的薪资 待遇 要怎么去 法治化 应该优先去协调相关的召集委员 好 协调我们游招委 或者是要 料招委 优先来安排 政务官的薪资 要法治化 没有 没有法言嘛 现在唯一没有法言的就是剩下你们了 剩下政务官了 剩下政务官了 你是不是政务官 我是政务官 对嘛 剩下你们政务官了 是 在这个都没有完成处理之前 谈什么改革呢 然后又谈18% 官员长是不是又谈18% 那个不是84年就已经 立法去处理了吗 是不是说明一下 84年做了立法处理 对已经断缘了 但是问题是虽然断缘 但是经常还会被提出来 所以 你们要议政 严实要严厉的说明 严正的说明 向社会大众说明 向立法人说明 你要跟官员长说明 84年的时候 他在哪里服务 没关系 说不定他说 他是全系部部长 全系部部长 对嘛 他自己清楚得很了 对 我们已经提出很多理议 对不对 怎么又 最近怎么又提18%呢 但是因为 84年已经修法了嘛 不是做公务人员的 不断的在做改革 只有政务官员 不会没有改革嘛 考试院的委员到底要多少人数 你们要改革啊 那个是以前中国大陆包括嘛 30几行程 不是吗 后来我们查的资料不是这样 那个考我们36年考试院组织法的时候就11个人 后来在行线之前 快行线以后才改成19 但是到台湾一直到民国43年以前 我们维持9个到4个 43年以后才发现 9个到10个可能慢慢不行了 因为那时候保险退休 抚恤制度整个都建立了 国家考试也慢慢规模化了 所以从43年以后才改成19 历史长 是 考试委员的人数多 并不能解决你们的问题 并不能解决 并不能积极的给你们提出好的一个意见 是 反而是一些 这个专业人员 专业的人员 因为考试委员 这个总统提名嘛 提名他有很多的考量 他有很多很多不见得是 很多都写者嘛 写者又又又怎么样呢 他通常是不是能够给你们很多宝贵的意见 我不认为嘛 我几个严明特考 这个很清楚的 严明特考是要有原住民身份嘛 对不对 要有原住民身份 才能够参加严明特考 就像中华民国国民 要有中华民国的国民 才可以参加国家的公务人员考试 对不对 那你上司了中华民国的国籍 上司了中华民国国籍 公务人员任务法第28条的第一项的第一款 就会规定 位纪或上司中华民国国籍的怎么样 就要 他的任用资格就要处理嘛 对不对 那严明特考也是一样啊 他的最基本的资格条件 就是必须要有原住民身份嘛 对原住民来讲 就是相当于中华民国的国籍是一样的嘛 结果这个案子你们在讨论的时候 竟然还有考试委员反对 对不对 还有不同意见 还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专业有问题嘛 他连公务人员考试 公务人员任务法第28条 有第一项第一款的规定 他可能搞不清楚啊 这是一样的嘛 完全是一样的问题嘛 不是吗 结果他没有那个专业还发言 他 那他应该修嘛 他应该修公务人员任务 他应该提出公务人员任务法 第28条 第一项的第一款给他删除 不过 跟委员报报 因为考试 不是一样的事情吗 不是一样的逻辑啊 呃 他人数多 他可以 对人数多就是这个问题嘛 但是可以维持一个公元的 人数多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要改革啊 你回去跟官员长讲 先好好从 是 考试委员的 人数 该是多少 啊 要做一个检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政务官的薪资待遇 啊 要提 要赶快 啊 要来拜托召集委员 赶快来安排 早点啊 给他法治化 没有法言嘛 对不对 啊 还有很多 考试院内部的 需要检讨的地方 也很多 不要一直 针对公教人员 公教人员 公务人员 公务人员 一直都在改革啊 啊 如果你翻开这整个公务人员 相关的法律的修正 多少次修正啊 不断的在修啊 这个就是改革嘛 不是吗 是 是不是能够回去跟官员长好的 希望他成为政府的领头羊 谢谢 谢谢